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耶鲁北京中心 我们这里是耶鲁大学在中国的一个家 然后也非常欢迎我们在直播上的观众 欢迎大家的到来 我们的耶鲁北京中心成立于2014年 是耶鲁大学在全球半围里 唯一所代表学校十四所的实体中心 我们这十年以来一直举办这样的活动 规拒全球的精英理性 就持下比较紧迫有意思的话题 进行交流和讨论 今天我们特别高兴能够再度携手 普利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办公室 一起来举办这场活动 这一场是我们第二场 普利斯顿耶鲁相悦周末评图会的活动 今天会聚焦这一本书是2023年 Pierre Bourdieu教育社会学最佳图书奖的 扩奖的作诗 叫Study God 中文 How are you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 中文的这个书名叫《学神》 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我知道的应该一会儿 会介绍有可能中文版 也会在一段时间内会出版出来 不过我今天特别招心的是因为 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支持 能够邀请到作品的作者 江以林教授 他是来自上海里面大学的社会学教授 过来给大家介绍这本新书 然后先给予现场 那个购买这本新书的机会 我自己这本是我自己的 然后今天也给江教授签了名 所以大家之后也可以让他现场签名 然后直播的观众就可能要等下一座 然后今天我也想特别感谢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中国办公室的团队 以及我们耶鲁北京中心的团队 能够把这个活动 在元宵佳节之后的这一天 能够做起来 然后下面我就有请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中国办公室总经理李灵溪女士 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整个 活动流程和我们的嘉宾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Carol 然后非常高兴看到这么多现场的观众 然后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 在此呢 一如既往的谢谢Carol 和耶鲁北京中心团队的同事 对双方合作的一个大力支持 本次活动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与耶鲁北京中心联合举办的 普林斯顿耶鲁相约周末品读会 Prinston Yale Ideas Theory 系列讲座的第二场专题活动 该活动旨在联合邀请 POP的一系列作者和中国嘉宾 一起讨论我们最新出版的作品 因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中国办公室和耶鲁北京中心 在全球范围内都拥有相同的 这个学术使命 在此呢 我非常简短的介绍一下 关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 一些基本情况 Prinston University Press POP 简称 成立于1905年 是世界知名的 非盈利学术出版机构 我们主要出版基础时 可以去经过同行庭审的书籍 将全球的作者和读者 连接起来 在出版方面呢 POP 也秉承最高的学术标准 包容性和多样性 每年出版的新书 只有200多种新书 并且我们不涉猎 七开数据库 将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 学术初级的出版师业当中 那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介绍呢 是介绍 Staticus 这本书的一个情况 以及我们今天的嘉宾 今天做客相约周末评读会的是 POP 作者 来自上海 纽约大学社会学助理 教授江丽林老师 携他的新作 Staticus 到场 相信大家最近在国内的社交媒体 网络上 都读到了关于这本书的广泛报导 包括江老师的这个采访 Staticus 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且稀有的视角 展示了中国优越的青年学子 如何准备加入全球精英阶层 江教授展示了这些有竞争力的中国高中生 是如何首先成为学神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在国内的语境下 都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语 然而这些优秀的成绩和学业 并不能解释他们的成功 因为这些年轻人在诸越表现方面 有一种超不寻常的轻松驾驭能力 就是我们所谓的松弛感 所以江老师探讨了 精英青少年如何通过认知并懂得 利用围绕身份地位的规则 而实现成功的一个独特视角 最后江以林教授的一个介绍 是来自于上海纽约大学 她曾是台湾政治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 拥有美国比西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的 博士学位期间 曾荣获2016至2017奖金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 博士论文奖学金 江教授在顶级期刊 方表学术出版物十余篇 并写在2023年入选上海市白日来人才计划 那么Stadigas一书也荣获了美国社会学会 2023年Pierre-Bordier教育社会学最佳图书奖 那么在此非常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第一部聚焦于非美国本土案例的获奖作品 而江老师也是获得该奖项 在历史上首位非美国籍的学者 所以现在我们就把时间给到江老师 欢迎 谢谢 谢谢Carol 然后谢谢灵溪的介绍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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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百毛之中一个这么美丽的礼拜日下午 抽出时间来听这本书 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本新书 我花了大概十年的时间终于把它完成 它耗尽了我就是所有 应该说青春吗 青春岁月身体健康各种人性关系 全部都投出在这本书上面了 所以大家能够对它有兴趣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肯定 也是一个可以继续研究的一个鼓励 那事不宜迟 很多人问我要在哪里买到书 除了现场我想还有京东应该也是可以 我昨天搜了一下 跟我是那种繁体搜岁可能不太一样 但搜基本上马上就出来了 所以应该是不会太困难 但事不宜迟我们从一个故事开始吧 对于有看过这本书的人不好意思 请你们就是再忍耐一下 因为我最喜欢的第一个故事 永远都一定要用它来开头 这个人叫做Ashley Ashley是2017年从建桥大学毕业 她主修数学 在建桥大学毕业之前 她就收了好几份工作的offer 然后她其实也收了好多个研究所的录取通知 其中呢各有一个最吸引她 工作方面她可以搬到瑞士去 她可以去全世界最大的生产制造公司 里面去做金融相关的工作 另一个研究所的路线 就是她其实可以去巴黎 去全欧洲甚至是世界顶尖 但是是全欧洲排名第一名的商学院 让她去读一个商学的硕士 那这两个其实都有个共通点 就是在她无论从哪边毕业之后 她的起薪至少是10万欧元 那所以在经过一番天人交战 哎呀要工作还是要读研呢 你知道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 当然是读研呢 但是对他们来说不太一样 所以她最后决定她不要读研究所 她直接就去工作 直接年薪就起薪大概是10万欧元 那大概一年之后我去看了她 她跟我说她觉得欧洲这个小镇 她北京人她受不了 那她说我们北京有三千多万人 欧洲这个小镇就是真的不行 就是个村 我想哦好那她那怎么办呢 所以她就说她就是她要跳槽 一年之内她就跳槽了 那跳槽到一个新加坡的日本公司 是个日本的商业相关的公司 那她跳槽之后她赚得远远超过 之前所说的10万美金 这我所知她们每一次跳槽 至少都要翻30%以上 那除此之外因为同时在新加坡 她的税远远低于之前在瑞士所交的税 然后因为她是外国的派遣人员 她是日商的外派人士到新加坡 所以她的福利其实也比在日本公司的那些同事 就是好了很多 Ashley在24岁的时候 我最后一次到新加坡去见她面 我问她未来有什么打算 她未来想要做什么 那她其实不太确定 她就跟我说 我可能我可以在同一公司里面继续往上升迁 那我也当然可以跳槽到其他的公司 也就是这个时候她才告诉我 每次跳槽要加30%的薪水 或者我也可以去读个研究生 那身为学者我当然立刻就要追踪 你要读什么研究生啊 有没有想到哪里啊 可能去哪呢 那她大概看着我大概有点了解了 我就是这一派路子 就是走到最后 所以她轻轻松松的笑了一下 然后跟我说 在美国像是哈佛或是史丹佛 这些都是我可能会考虑的地方 如果你们仔细听她说的话 她只考虑的其实就是哈佛跟史丹佛 她没有考虑到其他地方 她不像我们 当我在申请的时候 我需要考虑到很多备案 我需要知道 我可能会申请像什么 我第一志愿可能是明西法尼亚 或者是我第一志愿可能是耶鲁 但是我不一定上得了 所以我需要排什么 第二到二十个学校的这种备案 她没有这个样子的感觉 当我问她 她想要去哪里 她就直接笃定 哈佛或是史丹佛的MBA Ashley是来自中国的学生之一 她的经验其实也代表了 跟她类似经验的一些学生的经验 她在学校以及职场上 都有非常高度的竞争力 她有国际视野 她有国际的布局 欧洲 英国 巴黎 瑞士 新加坡 日本 她都可以 把这些国家容纳在她未来可能要去的地方 她可以去的地方 她们的国际视野布局非常的广 并且像Ashley这样子的学生 其实我会觉得她们都正在往全球精英的路上面迈进 那我这本书它的缘起 其实就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了非常多 以及报道杂志上看到非常多已知的中国 在外国人的眼里是什么样子 大部分的人都会知道21世纪的中国 已经不是所谓过去的中国了 21世纪的中国有航太 AI 电子产业的发展有崛起 政治上中国是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中国也是世界工厂 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系 那也是一个外国投资的来源 那中国的留学生当然也就是促进美国 或者是欧洲各个大学生周边的重要发展经济的来源 那欧盟甚至是在她的委员会报告 水上2019年的时候 她说中国不能再被简单的视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她是一个重要的世界参与者 也是一个非常平坚的一个科技力量 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那所以在报道媒体呀 或者是很多学者的这些研究领域范畴 或甚至是还有高顺的这些预测上面 大部分都会是说未来的国际社会上 一定有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 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决策角色 甚至是她可能会所谓的称霸事件 那这些预测其实甚至还经历了一些本质性的改变 像她一开始预测的是 中国是否会成为这么重要的角色 到后来她的问题变成中国核实 就等于她的assumption都已经直接改变了 所以自然中国的未来 我们可以从很多这些宏观的层面去讨论 我们可以看政治 我们可以看经济 我们可以看很多不同的面向 那这些研究都非常的重要 也很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整体的发展 但是我觉得他们比较没有办法让我们理解 代表中国影响世界的这一群人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有什么样的经验 在他们的眼里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从宏观的角度去看中国 但如果从围观的角度去看中国人 面向世界又是什么态度 这就是对我而言 这是一个更有趣 也更值得探讨的议题 所以我想要知道的是 这些人是什么样 他们有什么样的经验 在他们眼中看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未来 所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最后决定直接进入到中国大陆 藉由跟这群学生同居共识朝夕相处 我试着理解中国社会 在培育未来的精英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我想要知道他们的生活经验是什么 我想要知道他们的梦想是什么 他们有什么样的压力 他们每天过着是什么样的生活 简单的来说 我只是想要知道有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 这些人到底是谁 所以学生这本书他的出发点 其实不太一点都不复杂 甚至还可以说有点太过于简单清晰又明确 那就是我想要问的是 中国的新生代精英 到底怎么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样子 他们又是怎么准备投入全球化的竞争的 那在跟其他的既有的研究上面做一些简单的区隔的话 我比较是从教育与家庭的角度切入 强调精英他们每天被刑索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主要使用的是理论上 我用的是一种围观互动论的观点 来看他们每天生活中的互动模式 跟每个人讲话的方式 以及行为这些态度上面的表证 那学生其实主要在点击在两个社会阶层化理论上面 我简单的说一下 第一个是布迪俄的理论 他探讨精英怎么在全球社会中进行阶级复制 其实布迪俄的理论呢 简单来说就是把阶级复制当做一个纸牌游戏 但其实他一开始这个比喻是拿来看男发的家庭 怎么用子女的婚姻来当做纸牌游戏来复制这个阶级 但我觉得他其实不用男发的家庭没有关系 他用在中国的教育场域也是非常合适的 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玩家 玩家坐在牌局上 你就在面对不同的敌人 你们所有的人 我们所有的人都只有一个共同的要求或目的 那就是我要赢 但是一个牌局只会有一个玩家 一个社会上就只会有百分之二百分之五百分之十 或者是百分之多少的一些玩家 那这个时候很重要的是 我们一坐到牌桌上 那个庄家发下来的牌 那就是我们一开始每个人生活起点的不同 你一坐上去 有些人就拿了一手好牌 有一些人他就拿了一手烂牌 那就是你的好牌不代表你会赢或是不会赢 但他跟你赢的几率有相当的关系 那除了你牌有牌之外 我们不能打牌上随便丢牌 我们是需要有策略的 这个人出了什么我要用什么 如果我在玩什么 像是大老二的话 我这张二要保留在之后去用 我们不能现在立刻说随便丢出来 不可以 我们需要有策略 有一些人很会玩 有一些人非常会自己牌 潮牌也是要自己牌的 但有一些人不会 有一些人是靠着第六感在打牌 那有一些人第六感可能很好 那有一些人可能第六感跟我要不太好 我就打得不是很好 所以策略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但除了你要会有牌 而且要有策略之外 很多人会忘记 在不提的这个比喻里面最重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最被忽略的一点 就是我们需要知道规则 这个牌的规则是什么 它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规则 在网络上玩商亲小战的时候 有一条特别的规则 叫做珠羊变色 就是你把所有复分的牌拿到了之后 它就会变成正1000分 那你只要拿了正1000分 你基本上后面五局都输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立于不败之地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但有谁知道有这一条规则 如果我不知道有这一条规则 我只要拿到了好几十分的复分 我就觉得完蛋了 我就开始摆烂或躺平 我就不玩了 但如果我知道有这一条规则 我不但不会摆烂 我还会直接改变我的策略 去想办法用我的一手烂牌 打出一场漂亮的好赵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些规则是会被忽略的 有些规则是特别的 有些规则是有特定的人才知道的 但这些规则的存在 就是决定排局走向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精英它不只是排好 它不只是有先前有谋略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它知道规则 甚至在有一些场合之中 很少少数的一些研究发现 某一些精英它是可以设立规则的 当发现规则不适合它的时候 哎呀赶快换一下规则 然后之后的排局它再顺一点 所以在布迪尔的观点之下 大部分的人就像是 会觉得精英小孩 你看出生拿了一堆好牌 家里又会谋略 然后要是就是状况不好 爷爷奶奶爸妈还帮他改规则 那大部分我们就会觉得 所以这些人就是一群很顺顺利益 就可以过去的人 他们出生就有优势 他们之后要拿到底尖教育 最后他们直接就会变成社会精英 这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阶级复制 这是一个很顺遂的道路 照理说应该是这样 这个观点其实是蛮正确 但我觉得它也忽略了一些 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需要一个 简单说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 更提的切于社会现实的 一个阶级复制的观点 其实这两个这个观点 我觉得更specific来说 它有两个没有发现到的时候 没有足够注视的 第一个就是偶然性的存在 阶级复制 在各个社会里面 我们发现从芬兰一路到美国 我们的研究他们出现说 精英的小孩啊 大概约有50%的机会 会复制父母的阶级 这个意思是 如果你今天身为精英家长 你把全世界最好的资源 给了你的小孩 你所有的策略都到位 而且是做得好到不能再好 然后所有的规则 已经调到最适合你孩子的地步了 最后你有50%的机会会失败 请问如果你是精英家长 你能够接受吗 这很困难 50%的失败 那你还譬如去赌个博算 因为这差不多是50%的机会 就等于只骰子 或者是铜板一样 骰子的机会都会比较高 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先注意到 就是偶然性 失败的可能是非常大的 随时都有失败的可能 失败如果是作为偶然性出现的话 对精英而言就是一个 必须要避免的东西 他们随时都需要注意到 偶然性的存在 以及偶然性会造成的一些 对他们而言不好的后果 那第二个我觉得 我们需要扩大一下 精英研究的范畴 大部分的精英研究 都是在看一个国家之内的精英 像是美国的呀 欧洲的呀 不是啊 英国的呀 法国的呀 或者是爱尔兰等 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我们的学生 可以去很多不同的国家念书 也有很多不同国家的学生 可以来这边工作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 所谓的规则到底是什么 如果从教育的场域来看来说 好吧 我们知道美国的学校很好 假设今天我们希望 他可以申请上耶鲁大学 那我的小孩要送到 美国的私立住宿学校 还是要送去英国的全私立学校 还是南京外国语附属高中 其实也很好 或者是四中清华副 北大副 人大副这些 哪一个学校好 如果我都可以选择 哪一个学校好 你其实说不太出来 因为都很好 但我们不知道 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 有很多的规则 我们还没有很明确 那对于精英而言 一旦不太确定规则 就会更加增加他们偶然 失败的一个可能 所以我觉得 在我们所有的原则教科 无论是积极复制 有多么的必然性 或是有多么的可能是 就是多么的不公平 我们都需要注意到这一点 世界上真实的状况是失败 是常态 偶然性有非常的强 以及不确定性感 随时都会存在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 研究架构之下 我去做了一个 我用人类学的天眼观察方法 搜集了一些资料 我主要是 在2012年到2014年之间 跟着用15个月的时间 在北京的两所顶尖的中学里面 跟学生一起上课 那除此之外 我也访谈了 包含顶尖的 中学里面的老师 以及这些学生的家长 那这些学校里面 我总共访谈了 五所学校不同的学生 以及他们的老师和家长 那这些五所中学 都是排名在北京比较顶尖 比较靠前的一些学校 那访谈总共大概超过了100多个 但是因为到了三位数 我就没有再继续算下去了 所以大概有 大概一开始两三年之后 就到了100多个访谈之后 又继续访谈下去 那我之后追着这群 2012到14年认识的学生 一路追到2019年底的11月 是我上一次来到北京 所以能够回来真的很开心 那2019年底 我本来以为还会继续下去 谁知道疫情爆发了 哪都去不了了 所以这个研究的资料收集 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才结束的 所以简单来说的话 其实中学在北京 因为各位可能都知道 对不起 其实是蛮有名的 但是因为学校不想要被发现是谁 那我也有义务 必须要保护他们的匿名性 所以我找了两张 不许他们 但是类似的 就好不许的 对 但简单来说 大部分人对这几所学校的 至少在媒体上 像是《星金报》啊 或者是其他《六周报》上面的 称呼是这些学校 有着辉煌的历史 是老北京人 才上了一个中学 只招收当地最优秀的青年 或者是在排兵里 经常位居榜首之类的 每年都会这样子层出不穷的一些 那另外对我来说 比较有趣的是 他们还分了本部跟国际部 也就是他们要培养本部 本部的学生以及培养国际部 就是出国的学生 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分工 那至少在2012年的时候 大部分的学校都已经出现了 这种为精英而服务的 这种学校的状况 那定义上面 必须要说的是定义 我在这本书里面 最常被人家问到的就是定义 因为不同的精英定义 会有不同的研究结果 那我这个时候想要做的是 因为我一开始 就是想要看这学员是什么 所以我主要是想要 然后跟以欧美世界为主流的 教育社会学研究对话 所以我只好参举 他们对精英的定义 那他们对精英的定义 基本上就是用收入来看 所以那我也用收入来看 我用收入的话 就是2012年的中国数据资料库 他们中国城镇收入的前10% 那实际上这个数字 我比较熟的28个学生中 然后他们的家庭中 然后他们的家庭中位数 大概是这个数字 乘以三个人 然后再乘以大概两倍 所以他们其实是家庭生活都 相当affluent的一群人 那因为大部分的人呢 都是一个package deal 所以我们看到一群人收入高的人 通常他们都有一些 其他共同的特点 像是他们爸妈妈妈都是大学毕业的 很多都是清华北大人大毕业的 那他们的职业呢 几乎都是高级的干部主管 或者是专业人员 教授啊 医师啊 工程师啊 这些的 那他们的爸妈 其实也就是80年代上大学 靠着教育从农村翻身的一群人 他们其实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 向上流动的第一代 那这也就代表 他们不但每个人都有北京户口 而且是靠着教育跟工作呢 就北京户口 并且他们的爸爸妈妈 已经有顶尖的课业表现 那他们的小孩 就会作为一群非常不一样的人了 这群人 我研究的这群小孩 他们会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第一次在没有什么天灾 没有人活 没有稳定 就是社会没有什么动荡的局势之下 是非常稳定发展的社会之下 第一批想要用阶级再治 而不是向上流动 得到精英地位的一群年轻人 那另外一方面 所以简单 所以这本书其实找到了什么呢 就是他们的培养过程 他们怎么成为他们现在这个样子的 简单来说 他们在高中阶段 需要学会三件事情 第一个 他需要全面了解地位体系的规则是什么 你要上牌桌之前 你必须要懂得规则 所以他们其实在高中时候 就已经在学这一整套罗级体系的规则了 第二他要有策略 他必须要在知道规则之后 知道自己的状况排面是什么 然后有日常互动 每天每天不断地在练习这些策略 第三个他需要知道天有不测风雨 他随时都可以失败 任何人他都可能会翻身中间落 或下马 所以他必须要学会怎么制作备案 那在这个规则体系之下呢 所谓的学生这些 其实就是他们自己在理解了这一套规则之后 所定出来的一个地位体系 这些词语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学生们他们自己使用的 那英文的部分呢 其实也都是他们那些网络上面 或者是学生的那些网站上面自己翻译的 除了我有一些不太像是英文 所以我把它再翻译的稍微更英文一点 那他们其实有个非常固化的阶级关系 第一名就是所谓的学生 那学生大家知道 也就是科班印象中那些不太念书 但是却非常非常高分的一群人 他们都可以上新华北大 然后还每天睡八小时 吃饭就好好吃 然后平常晚上晚自习都在看漫画之类的这种人 第二名呢就是学霸 学霸就是他可能也配上清华北大 他可能分数跟学生是一样高的 都非常的优秀 但是他每天都在调略念书 他每天都在就是一直在自习 他拼命的在念书 也就是可能现在说的卷 他们非常非常的认真念书 那学生跟学霸加起来 在学校其实人数都不会太多 所以两个其实常常被混在一起 他们是在学校有比较高地位的一群学生 那接下来他们下面呢 就会是比较低地位的一群学生 低地位的开始是选渣 选渣就是他成绩不怎么好 我问学生说那成绩不怎么好叫多不好 他说大概全校中下段以下吧 就中间以下都是不好 非常不好 所以这个定义也是蛮固化的 学家就是他成绩在中下 绝对是上不到百道清华的 但是他好像也没有在念书 所以他好像也很就是 过得也是蛮悠然自得的 但他成绩也不怎么好 那最完全最低的一群人就是学弱 学弱就是他非常独立念书 他跟学法一样调整业家 但问题就是他成绩就是上不去 所以在这个样子的下面 他们对于四个不同的阶级体系 都有了不同的僵化的一种刻板印象 像是学神他们会觉得 这就是学校的名人 大家都知道他 你当然就是要跟着他 当然要研究他 学霸他们也会说 他们很很好 很令人尊敬 但永远会加剧 但是没有学神那么好 但他还是很好 那到了学家呢 学家常常会告诉我说 我是学渣 我考不好 不是因为我脑子不好 是因为我不学习 所以简单来说 学渣他们对他们的刻板印象 那就是他不是笨蛋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到了学弱的时候呢 学弱 因为没有人自称是学弱 也没有人承认自己是学弱 但是他们的同学们 都会直接了当地告诉我 某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学弱 所以对内学人 他们觉得学弱是脑子有问题 很可悲 没救了 这些很负面的标签 就会一直这样贴贴贴贴贴 贴在这位学弱身上 那因应地位 他有知道了全面的地位体现 也知道了规则 要怎么样做 或怎么样的表现 有怎么样的成果 才能被规划成哪一群类型人之后 他们每天的日常活动 就是他们的策略 他们的日常活动 基本上简单来说就是 他们跟身边的人的互动方式 是完全取决于他自己认知双方的地位在哪里 例如同才的羡慕或者是忽视 老师是纵容或是旁观 甚至是家长会放任或是监控 其实都是跟他们的 在学校的这个地位息息相关 我各举一个例子吧 从同才相处上面来看 其实学校的地位会塑造 学生跟他们周围每一个人之间 每一天每一个互动 首先同才关系简单来说 有一位女生叫Claire 那Claire她其实是学生 她是学校的明星 所有人都知道她 她是个走在路上 大家好像回过头 这样子看她的一个女生 那大家都知道Claire的SAT 那个时候还要考SAT 现在不太一样 状况不同了 但是那个时候要考的时候 所有的学生都知道 她的SAT分数是多少 他们还会被她申请的那十几所 将近二十所的学校 我就是那时候很想问说 她申请什么学校 不管你屁事 你为什么要是背这种东西 但他们就是会记得 他们就是会记得 他们就是会记得Claire 申请了这所 没有申请那所 或是Claire申请了哪六所 哪七所 这七所的那个谁是谁也有申请 他们都会记得这种东西 但是很无奈的是 一直到了十二月底呢 Claire都还没有收到 学校的录取通知 或者是到了更演 就是学校其实到一二月 她都还没有收到录取通知 她只收到了一两所学校的拒绝通知 她一所录取都没有 这个时候大虎就有点紧张 那有一次呢 我身为客观中立的研究者 我忍不住表示了我的怀疑 像是我觉得Claire当年是不是 当初来是去年 是不是应该申请一些排名 比较低一点的学校 她是不是应该有一些 安全币 不要只看那些特别排名高的学校 我只不过是这样子问了一下 很中立的客观的 我觉得问了一下 这个时候她 我身边的人全部都冲过来 骂我 然后为Claire说话 说什么呢 他们说 简单来说就是 你不懂 我不懂 那她说 所以有其中有一个人还说 Claire就是这么优秀的人 她就是适合这些学校 她不申请这些学校 她要去哪里呢 她在那些地方她们优秀 她也格格不入啊 我就想 但她都没有说 她不再没有申请 你怎么知道她会上呢 但这种话我就不敢再说了 然后甚至是她还 其中有一个男生 她指着一个走往上面 经过的女学生 所以你看Claire 她的备案同学校 就是Monica 她最想去的那个学校 她就想Monica 应该也是蛮惨 蛮惨的就这样躺枪 所以在帮她讲话的同时 她们的同学 还会让很无辜的同学 或不是学神学霸的同学 直接再被踩一脚 所以藉由踩人家一脚 来维护这位学神的地位 可而后来在最晚最晚的时候 她上了耶路 学校简直就是普天同庆 举校欢腾 大概至少一个礼拜吧 每天我经过国际部的时候 所有学生都在说这件事情 然后学校 我还为她做了一个超大的海报 我知道海报至少超过一公尺以上 反正就是非常大的海报 还要特别去贴的 让学校贴着在门口炫耀 Claire同学上了耶路大学 那还不止如此 她的全身照 放在国际部进门的投影仪上面 其实国际部会把所有申请上学校的学生 全部都放在那个投影 像PowerPoint一样就是循环播放 但是如果做个PowerPoint 你都可以知道 大概什么时候是起点 因为中间会有个比较长的一段间隔 那间隔长了一点之后 第一个出来就是Claire 白色洋装的全身照 然后下面有极大的字体 Claire的全名耶路大学 然后后面的学生呢 就是那种吸魂大口罩 没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顺序 然后也不是按照笔画 也不是按照姓氏 就有些人还没有在笑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字体 就谁是谁 什么学校 谁是谁 什么学校 然后停了一段 然后在Claire 全部这样子 所以其实 这个就是一种不太一样的待遇 全部的人都知道Claire上了哪里 但是跟他后面那一群 被随机播放的一群学生中 有一位叫做Brandon Brandon是一个普通 或者是你可以甚至说 有一点点低于平均的学生 他的SAT分数不是很高 但是他的课外表现很有天赋 他会打篮球 他很会拉小提琴 他甚至还有读奏过小提琴 然后他最喜欢的一个科目 叫做心理学 他的心理学 AP心理学这一门课名 课上他是小老师 甚至是只要是要教作业的时候 每一节下课都会有学生 在他的桌子旁边要问心理学 这门课的这个作业 这个题目怎么写 甚至有时候 连Claire都会去问Brandon 但问题就是 没有人在乎Brandon会打球 大家没有人记得Brandon会拉小提琴 唯一最后告诉我Brandon 其实会拉小提琴 还拉那么好的 是一位美国籍的教师 他很快就离开了学校 但是只有他记得 其实他没有老师说过 没有学生说过 Brandon自己 他爸爸也都没有跟我说过 如果不是那个老师 连我都不知道 原来Brandon这么会拉小提琴 所以大家都不太在乎 他平常在干嘛 Brandon后来去了一个 类似于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的地方 我会觉得这个学校是个非常好的大学 然后我们可能都会这样觉得 但是对这些学生而言 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们 我记得我隔一年回到 就是回到这个学校 继续去访问下一届的学生 所有的人都还认得Claire Claire没有回去 但大家都知道Claire 没有任何人知道Brandon是谁 他会做什么 他当年心理学多好 当然就不会有人知道 所以这是同才相处上面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 学生其实也每天都在学霸学渣的 这个我们大概可以理解 但老师呢 老师们跟家长们这些 或者是我们这种成年的大人 我们从来不会用这个地位体系的 任何一个名词去在日常生活中 说哪一个学生 老师们绝对不会这样说 家长们也不可能会这样说 但是他不说也无妨 因为地位体系照样对影响师生的互动 所以在我的体验底继 让我直接念给你们听好了 有个学神叫做伟成 他跟他的老师互动的例子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有一天我去这个学校 我去访谈伟成 那在我们在大概第三节课开始前 就结束访谈 第三节课的零声一响起 伟成立刻冲到我教室去 同一时间 他的生物老师唐老师就走了进来 唐老师一进到办公室 一边转头盯着伟成的背影 双手抱着胸这样子 非常不高兴的朝着我走过来 他用超级快的那个北京枪 其实我完全没有听懂 但是最后录音下来 我就是放了慢速大概两三倍 大概听出来 他说的是伟成上周二想去健身房 但是那是下班后 当人们看到健商房或任何东西关门的时候 他们通常都会走开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我其实没有听懂 因为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我只知道 所以他大概就觉得我表示同意了 所以他就继续了 那这时候唐老师就翻了一个白眼 他说但伟成不行 他生气了 所以他踢碎了玻璃门 他穿着校服被监控摄像头拍到 体育馆联系了学校 所以现在我们得来处理这事 那我们就告诉体育馆 哎哟 他是一个十二年级的学生 高考压力很大 不好意思 你们通融一下 就这样子 那他结果继续愤怒 他非常愤怒的跟我继续补充说 第二天我见到伟成 他根本一丁点歉意都没有 他甚至看起来很得意 显然没有人跟他说过这件事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 伟成有老师照着 甚至解决掉了他的违法行为 为什么 因为他是这个学校里的学生 他的行为不可以影响到他的成绩 他必须要维持这么好的一个成绩 要继续考到这么好的一个学校 那作为学弱的建民 在另一个学校里 他跟老师的互动经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不太可能有这种想法 伟成的经验他根本想都不敢想 建民在考试中其实就是高考啦 他其实没有考的很好 应该说这样说吧 他考的蛮烂的 那所以他交了一份志愿表 但那个年代是拆分填报志愿 你先教了然后再考 那你先教了结果没考好你怎么办呢 那就惨了呀 但问题就是他一开始交志愿表的时候 他老师就意识到有些问题 那果然到最后呢 建民他最后放榜了 他没有上任何一所 就是他上面填的那些学校 等于就是他几乎是落榜了 那他之后很努力地要去申请香港了 像他最后到了一个其他的学校 他之前根本没有想过要去的一个学校 那我觉得就非常的奇怪 因为首先他的老师就已经知道 他的志愿表有点问题了 他这个志愿表里面 就是一些他可能会考不上的大学 但是这个班主任没有跟他说什么 但问题就是其他的学生跟我说 班主任非常关心他们 还一对一地去聊聊 问他们要不要改一下志愿 或是什么这类的 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在结束的就是大概八月的时候 我去访问了他的老师 跟他提到的这件事 问他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现在建民 尤其是你们这么优秀的班级里面 那建民就 建民的老师 在我问了至少六到七次 用幻者变化的各种花样 来问他这一个简单的答题 我说他只回答一句话 建民一直高估了自己的高考分数 他一直高估自己的高考分 换句话说 胡老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来纠正建民的这个错误 他就只是放任在一边 看建民失败 理由是建民一直高估自己的高考分 你说一个学生高估自己的高考分 你跟他说一下吧 他可能不改 但你至少要跟他说吧 或者是你也可能跟家长说一说 但是老师可能有说过 可能没有说过 但到最后老师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 就看着建民就这样子失败了 所以学生之间的这套地位体系 不但影响他们自己之间的互动 影响老师跟他们之间的互动 他其实也影响了亲子之间的互动 学神Julie 又是另外一所学校 她是个表现优异 而且她是学校女兰队的队长 她每个月的零花钱相当于是一个工人 一个月的月工资 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孩子 那她的母亲呢 是这样子跟我描述她们的关系的 她说老师说我有点怕我的女儿 简单的一个她跟她妈妈互动的例子 是在大概十二年级 快要结束大概四月的时候 Julie跟妈妈说我要买个橘色的杯子 这个杯子对Julie而言 Julie告诉我的 是这个杯子就像我的东西 简直就像是有我的名字写在上面一样 一看就知道适合我 然后她呢和家里又丑又旧的杯子完全不同 我就问她说 那你为什么不就用自己的零花钱买就好了 你反正里有零花钱买 一个杯子没贵到哪 她就说不行 她的零花钱有其他的计划 就是要让父母给她买 因为这个是啊 principle的一个问题 那但是她妈妈去之后 也觉得这个杯子有点太贵 而且你四月要一个新杯子 你六月就毕业了 你也不会把这个带去美国 那我给你买一个全新的杯子 又很贵 然后你只用两个月就不要了 那何必呢 她妈妈向我解释说 那个时候家里有很多杯子都是全新的 其实都没有用过 她为什么不能用其中一个呢 她父亲和我都会很乐意用这些杯子 所以在这次的争吵 是Julie跟她爸爸妈妈 其实主要是妈妈 那他们争吵在半夜结束 Julie的结束的方式 是她哭着在她爸妈面前甩门 然后坐在床上直接发微信给我 叫我明天中午出来聊这件事情 就是这件事 我一连到三个月后 Julie都要出国了 七月的时候 我采访了 我访问了Julie的妈妈 那她我才知道 其实Julie妈妈最后给她买了这个杯子 那实际上 她妈妈当晚就把信用卡塞到了Julie的门下 但是Julie隔一天完全没有跟我说这件事情 她就是专注在她妈妈欺负她 不给她买杯子太过分了的 这一整套的叙事逻辑 Julie跟妈妈可以这样子相处 佳琪跟她妈妈 当然是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相处模式的 佳琪家里是好高带的北京人 她高中的考试成绩 其实从来没有上升过 从高一入学开始有稳定的下降 她再怎么努力还是稳定的下降 所以到十二年级 她说她干脆就不要努力了 她要当学渣 绝对不要当学弱 所以她是学渣代言人之一 佳琪 十二年级下学期 佳琪的手机被没收 为什么 因为妈妈觉得她的手机 在影响她专注学习的能力 所以呢她妈妈给了她一部 跟她以同样年龄的 Nokia 音色的手机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有看过的 都知道长什么样 就是摔大去 再捡起来 拼起来可以继续用的 然后当然是没有什么其他功能 微信啊 什么上网这种都不可能 她认识是个黑白 不是黑白 黑绿的屏幕的那种 对 所以佳琪爸妈看到 即使这样子 她还是没办法进入 进入中国的顶尖大学 也申请不了去美国 因为香港都不行 的这些学校 所以她们决定 好 把佳琪送到法国去 那在高考前两个月的一个晚上 大概 她们就突然 根据妈妈的说法 以及佳琪也同意的说法 是她们突然 爸爸妈妈突然 让佳琪到客厅来坐着 一个晚上 佳琪到客厅坐下 那佳琪听话了 坐下了的时候 她爸妈就直接告诉她 我们决定把你送到法国去了 所以你高考之后 就立马准备去法国上做大学 我问她 我问妈妈 我问这位佳琪的妈妈说 那佳琪怎么反应呢 她说佳琪很惊讶啊 她都哭了呢 呵呵呵 她真的有说说 所以 然后我问佳琪的时候 她也是 但是她都不说话 她也不想 她不想说什么 她说她没有学过法文 她可能去过法国旅游观光吧 但她不会法文 她一去都不会 连We都要开始学 那你要她怎么 在高考过后 直接用法文开始上大学 所以 但是 套她母亲的话 就是佳琪很震惊 她都哭了 对 所以显然是佳琪不同意这个计划 她根本不同意 但是问题是 这不是讨论 她爸爸妈妈让她走过来 告诉她这件事 去告诉她 通知她已经决定了的事情 不是一个讨论会 也不是跟她说你要不要去 没有这回事 是已经决定了 你就这样做 我们只会你一生 所以佳琪花了两个星期 来接受她毕业后 立刻教育法国的事实 那高中毕业后的暑假 她第一次学习法语 大学第一学习 她直接就要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称呼 但是 她基本上就是夸要被 就是要被提出学校了 因为她就是一直挂科 她挂她一个科 那当然啦 第一学期 没学过法文 立刻用法语上课 所以她就立刻要 就是要被退学了 那那个时候她疯狂 给大力加力打电话 她告诉她的爸爸妈妈说 她要被退学了啊 就是求他们赶快告诉资商师啊 去跟学校说一下啊 再给她一次机会啊 她真的是一失足 她以后一定会努力啊 就是真的 家琪跟我说 她妈妈听到了这些话 就只是跟她说 这已经超出了她的控制范围 她把她送去法国 已经进了她一切的能力了 她没有办法再决定 就管这些事情了 然后她就忘了电话 家琪之后 靠着自己哭求跪求咨询师 讲了两个多小时 泪流满面的这个方式 她留在了法国 那她之后成为了一个学霸一般的人 就是每天都疯狂的念书 去跟朋友吃完饭喝完酒 绝对还要继续一路念书 然后就变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 那这中间呢 我其实没有办法确认 她的妈妈是不是真的什么事都没做 她妈妈可能有偷偷打电话给资商师 她妈妈可能偷偷做了很多的事情 她妈妈可能帮她安排好了 万一真的被退学之后要怎么办的路 这些都可能 但问题是我从家琪的观点来看 家琪自己觉得她没有受到妈妈任何的帮助 所以这个就是亲子关系 其实也是会受到小孩 她在学校的地位是什么而受到影响 就算爸妈不知道她小孩叫学渣或学弱或学霸或学生 没有关系 她的实际地位会影响家里面的这个相处模式 那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必须要制作备案 这些学生们他们制作备案的方式 其实大部分都是从家长那边学出来的 那这轻音的家长非常擅长制作备案 其中一个我最喜欢的制作备案的一个 的一个的一个例子就是施盈 施盈她的妈妈之前告诉我 她从来不会去看施盈 也不会去管施盈 因为施盈成绩非常好 她那时候被认为可能是北京的状元 老师觉得她有可能她自己也可能这样觉得 她爸妈也觉得 学校都觉得她可能是当界的北京状元 所以这样子的话 她爸妈没什么好担心的 不用做什么备案就别管 直到施盈自招没考好 别人加了十分二十分三十分她加零分 她没考好 那这个问题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就是一个可能会失足的问题了 所以她的妈妈当场就立刻出手了 她先去跟施盈问说 那你问题是在哪儿 你觉得哪一科特别困难 那施盈就告诉她数学怎么样 然后国文怎么样 什么什么这些的 就她妈妈就开始一路告诉她 她应该要怎么做 哪一个题目应该要怎么样 她会怎么写 就根据她个人的经验 妈妈会怎么写 这样才是比较好的一个写法 那除此之外呢 施盈的妈妈之前从来没有来过学校 她根本不需要来 是没有必要来 但她 但之后在施盈自招施力之后 一个月之内我见到她妈妈走在校园两次 一个月内突然来了两次 第一次是去家长会 家长会之后去跟她的老师聂老师去问一下状况 那那个时候她妈妈就笑着 我说这其实是我第一次去看 去跟聂老师说话 我想哇高中三年 第一次跟老师说话 那她说其实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因为第一次嘛 所以我就只能排队 然后看到她就说 这个我是施盈的妈妈 那关于施盈的语文作文呢 然后她说那个老师立刻跟她说 对不起 我没有把施盈交好 我会再努力 那听起来这个很好的嘛 就是感觉老师还在努力 而且她妈妈就 就尴尬的就走了 那第二次我看到她 说她妈妈去找咨询官 那个施盈一直想要上清华大学 那她妈妈那时候 因为不是很确定施盈这个 没有自招加分的状况怎么办 所以她第一次去问 新华大学的招生官 到他们学校的 在一个小瓶子那儿 然后坐在那儿 妈妈就去问她说 她带着施盈三年的成绩单过去 然后问招生官说 你觉得我女儿应该要怎么填 这个志愿表比较好 那所以招生官就跟她说 我要是你 我要是你女儿 我女儿 我就会让她咋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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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 所以我问她妈妈说 那怎么办呢 她妈妈就说 我们现在就开始想一想吧 施盈最后考上了精华 她不是北京的状元 但她还是前16名 那她最后上的那一组 她上了精华的那个戏 是她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 而且是招生官 要她填的第一志愿 所以在这一些制作备案上面 施盈的妈妈成功迅速的反应 而且制作了非常好的备案 但成功揭起了施盈这一次的施足 在这个状况下 父母是非常重要的 但父母的再努力 父母再做多 有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 逆势或者是扭转回天的 例如罗后的爸爸 罗爸爸是一个数学家 他的专长是概率之类的东西 因为我不是很确定 他没到底装成是什么 但是反正他数学都很好 所以他是个数学家 那我那天听到他跟人家说 他为了罗浩这个成绩 不怎么好的儿子 他每天做统计 做手算统计 算到半夜两三年才去睡 那我也不好跟他说 我们现在其实有统计软体 你只要输入一下就可以了 但你知道人家是手算 就是不一样的这个 这个努力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把罗浩高一到高三 他所有的东西全部拿出来 每一次考试 每一次科目全部拿出来 他要算出罗浩的预期成绩 以及预测的标准差 然后才能去看 他可以填什么样的学校 所以这个是爸爸 尽了所有的努力 如果你真的跟我说的话 我觉得他的努力 可能甚至已经抽出了 十一八八的这个程度 但是结果怎么样 罗浩成绩就是不好 他考的就是不好 所以就算他爸爸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就算学生们觉得只有第一志愿 才是真的他们想要去的志愿 罗浩依然没有上他的第一志愿 他上了他的第二志愿 也是一个蛮好的学校 是一个外省的一个重点的高校 那也是他的同学们 大概比较不会去考虑上的一个学校 所以你可以说罗浩的爸爸的努力 是有回报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如果以学生的角度而言 他爸爸的努力不是非常的有回报 所以爸爸妈妈再怎么努力的是做备案 他的备案能不能成功 其实也是依据了学生他们自己的状况 而有所不同 所以到最后这个六七年的追踪里面 我发现其实学校就像社会一样 想要获得最高的地位 并且成为精英 他需要知道这个行业的规则 他需要相应的行为 他需要制作备案 那高中毕业之后 他们大部分的人都可能上了大学 大学之后很多人就直接工作 也有一些人就上了研究所 但是他们在研究所的时候 或是在工作的时候 他们跟他们互动其实是差不了太多的 他们会用同样的一个价值体系 去评断他们在美国 或是在英国 或是在北大清华的一群学生们 那他们之后要去跟教授们相处 他们要去跟他们的老板的相处 也会用像是跟高中老师的相处模式 去预测老师会不会帮忙 去预测老师可能会对他有什么样的反应 那同时更有趣的是 他们到了2019年 我最后一次见到Julie 她跟她妈妈的关系 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变 我最后一次看到她 她跟我说她还在生她妈的气 因为她四个月前跟她妈妈吵了一次架 所以她要让妈妈学到一次教学 不要一直惹她 那我想我就不去访问妈妈好了 这个感觉没有差太多那就算了 但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是非常类似的一个模式 变化不是非常的大 所以这些对照的行为模式 其实可以用两句话来概述 第一个是2014年高考结束后 明家这个女生是个成绩很好的 她最后上了清华大学 她在一家咖啡店 她是这样跟我说的 她说分数就像钱一样 我不是说有钱人会比较受人尊敬 但有钱的人比没有钱的人更受尊敬一点 五年后从波士顿学院毕业的Alex 不认识名家也不是同一个学校的人 她在波士顿的一家炒杂的小酒吧里说了几乎一样的话 她跟我说 人这个社会就是尊重有钱人 这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维度 他们其实赵浩尔都说了 他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维度 他不喜欢用钱或是用分数衡量人 他们都不喜欢 但为什么呢 但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做呢 然后他们就有点像是从众一样的 也继续这样子做 所以这些平行反映的陈述 其实是显示出中国的精英学生不但建立了 高中的时候就建立了一个地位制度 他们还把学校这个地位制度 跟社会上的地位制度画上的等号 也就是说当他们在高中追求考试成绩的时候 他们其实正在手机全球社会对金钱这种东西的追求 当他们在摩拜学神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就在适应全世界对大资本家的这种崇拜 所以最后简单来说 结论上面这群人到底是谁 他们是一群面向全球 正在迈入国际社会 并且在各行各业里面 目前都相当有成就的一群年轻人 他们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他们至少从高中就已经在开始熟悉国际社会 中国社会是需要的一些技能 他们走到哪里 他们就把这些技能用到哪里 所以精英学生在为大学做准备的同时 他其实就已经在为全球的竞争来做准备了 那理论上呢 这本书 他其实一开始出发是一本理论的观点 他是用中国的高考制度下的准备 来提出一个跟现行的西方社会的地位体系不太一样 地位体系是觉得这个社会是多元的 你只要有很多 你只要有任何一点很棒 那我们大家都会觉得你是精英 可是从中国的这群学生至少在高考制度下的 这群学生看起来不是的 你只有一点很棒 你才能成为精英 那这一点就是分数 也就是后来的钱 那你像Brandon的例子 你打手打得在好 你音乐在好 你艺术很棒 那又怎么样呢 重点是你大学上哪 你分数多少 所以这是一个对于 但全球架构下会发现社会之间 确实有不同的规范的一个观点 那另一方面呢 我也在这本书里面探讨 国际架构下的精英研究 而不是一个国家里面的精英研究 那最后我其实很希望是可以连接 青少年与成人世界 在国际的观点里面 或教育社会学的观点里面 我们把青少年当作是一群很不一样的人 因为他们没有钱也没有权 他们能干嘛 准备大学吧 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 我们会觉得 青少年或儿童的世界 是一个受人保护的世界 这本书告诉我们不是的 青少年直接就连结了成人的世界 成人在做什么 青少年都看在里面 那从小就知道 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 在自己的社会中 也规划了出了 像是成人世界一样的 这一套体系逻辑 所以我们在做什么 其实小孩都在吸收进去 那么最后想要说的是呢 今天的阶级跟复制 很多人会讲说他们的资源 他们的优势 他们成功是必然的 但其实我想要说的是 任何人的成功都有困境 都有阻碍 重要的是他们的爸妈 怎么在这个过程之中 成功的去克服了这些困难和阻碍 甚至他自己怎么做到的 那他这种经验 有没有办法被复制 社会有没有办法 让他们的经验 有更具普世化的 或者是如果穷人家 小孩做不到的社会 是不是可以给予其他的支持 但是至少 我们要从成功案例来看 是怎么样做的 那另一方面 我也主要在看 精英的崛起 是一个全球的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 精英现在其实是 有共同的求学经验 共同的工作经验的 它不是只是留在一个国家内的 像是Ashley 瑞士 日本 新加坡 英国 法国 对他而言 这就是同样一个社会 这已经是跟我们这种80后的 完全不太一样的一个概念了 80后我们很少说 我以后想要去哪一个国家工作 要去另一个国家退休 不会我就会觉得 我就是要回国 或什么样的 他们完全不一样 这是一个真正全球化时代 以及真正全球化的一群 学生的年轻人的时代的到来 所以精英其实常常被视为 是一种不平等的一个驱动力 那中国和世界各国 其实不平等的现象 都一直在增加 就是快慢而已 但大家都在增加 那在这样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面 我觉得拥有各国的 和教育系统重视的这个技能 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东西 教育重视什么 我们需要先搞清楚 规则是什么 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三项技能 其实对精英而言是一个独特的优势 但是也并不是很容易观察到 因为这些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 所以我们很难借由survey 或者是量化的这些指标 来明确的描述 而反而是要通过长时间 日常围观的观察 慢慢的看到 因为这些技能的获得过程 对大众而言是看不到的 所以他们常常就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但是我觉得至少知道这些东西 他们的存在把他们放到台面上聚光灯下面来看的话 我们应该都可以更明确的了解 精英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复制父母的地位 那全球社会如果要变得更好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每一个社会都必须要意识到现在是全球的到来 我们每一个社会其实都在共同培养一群 正要成为全新的全世界跨国精英的一群人 那我的报告其实是到这一边 那么好像有人要再提醒一下 这本书其实太容易找到的 也就是在这边 所以我很期待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很期待现场的交流 谢谢 谢谢 Cars 走 人